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2月12日 中国嫦娥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在大约6天的环月等待后 成功实施了第一次月地转移入社 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一条名为 中国嫦娥5号探月任务背后的女人新闻 介绍了文昌发射场最年轻女指挥24岁的周成玉 以及中国嫦娥5号探月任务的历史意义 BBC在文章中提到了周成玉的绰号大姐 表示虽然周成玉是最年轻的指挥官 但同事都尊敬称呼她为大姐 BBC还截取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介绍周成玉的推文 24岁的土家族女孩周成玉 在嫦娥5号发射任务中担任连接器系统指挥员 BBC指出 每年在中国的中秋节 人们听到嫦娥这个词 就会联想到月亮女神的浪漫形象 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登月任务需要一个坚强的女性形象 因此24岁周成玉的照片 被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 并说她是航天领域的前线战士 是中国年轻人崇拜的大姐 BBC称 周成玉负责火箭连接器系统 又被描述为一个关键性角色 这位年轻女指挥的故事尤其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因为她还十分年轻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用户纷纷称赞她的才华 称她是中国的骄傲 然而人们对这位贵州人的巨大兴趣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多大影响 在一次三公里测试中 周成玉以极强的耐力和速度超过了一多半男同事 大家彻底对她刮目相看 而在工作中 她更是以能啃硬骨头著称 长征五号摇三火箭测试任务中 周成玉被定岗在位于奇代塔15层的二级连接器配器台 而通往15层的路是青角接近90度的180多级钢铁台阶 很多地方根本无法直立行走 必须手脚并用才能爬得上去 堪比天梯 正常人就是单单跑这么一趟都得冒一身汗 可她有时候一天得来回四趟 而15层的工作环境更是艰苦 不足8平米的测试间里 设置了两个配器台 四个转接盒以及上百根电缆和供气管路 工作期间 这个地方只能容纳三个人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而且充满了高压气体流动的嘈杂声 也没有空调 这种工作环境让好多人都不敢去尝试 而周成玉在这里整整干了60天 从来没有抱怨过一次 更没有迟到过一次 成功把二级连接器配器台 这个边缘岗位打造成了党员先锋港 并顺利完成了长征五号火箭的复飞之战 此役之后 大姐能啃硬骨头的名声更加响亮 她在单位真的成了响当当的大姐大 在动力系统的队伍里 周成玉是目前为止换岗位最频繁的一个人 到单位的两年半时间里 她一共参加了五次策发任务 可是由于任务需要 她在每次任务中的定岗都不一样 一级连接器配器台 二级连接器配器台 后端工作站 动力鉴赏 连接器指挥 每一次换岗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因为不同岗位对人员的知识能力要求差别巨大 可是每次换岗 周成玉都能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 尽快适应下来 并圆满完成组织交代的各项任务 换岗不容易 换岗做指挥员更是难 而成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最年轻女指挥 难上加难 可是大姐做到了 而且第一次出手 就承担了国字号的嫦娥五号任务 周成玉担任指挥的连接器系统是发射场两大系统 动力系统和加注系统的纽带和命门 作用非常关键 连接器系统具有工作原理复杂 设备分布广 协调接口多等特点 而且由于中国大型低温连接器正在技术积累阶段 经常发生各种问题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雷 作为指挥员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做指挥员并不容易 这一点 朱成玉在刚接手这份任务时 就深切地感受到了 本次任务开始时的夜弹测试阶段 大姐每天在发射塔上下奔走 协调各种工作 几天下来脚也肿了 嗓子也哑了 但是歇了一宿后 她继续带着大家在塔上做测试 在空调脱落测试过程中 由于管路太重 朱成玉和操作手干着吃力 就直接上手帮忙搬运几十斤的管路 正是在大姐的高校组织指挥下 连接器系统适应了本次任务以来的多次计划调整 圆满完成了各项测试任务 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 这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厂最年轻女指挥员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大姐朱成玉 大姐不大但大姐很强 就在一周前 长征五号摇五火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 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后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在转运现场 航天科技工作人员高举鸿旗 护送长武和长武出征 展示了航天人对成功的期待 在徒步队伍中一位身着汉服的嫦娥姐姐圈粉无数 引得众人纷纷合影留念 这位嫦娥姐姐就是河南濮阳姑娘崔亦涵 他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一线科技人员 他平时是个汉服爱好者 这次身着汉服参加转运活动 既应景又养眼 2018年年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的崔亦涵 只身来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工作 几年打磨 他从专业小白逐渐成长为了航天技术小专家 2020年1月起 崔亦涵开始担任文昌航天发射场 策发软件配置管理员 负责着全发射场上百分软件的入库管理配置工作 都说女孩心细如发 作为全业务组唯一的女性 崔亦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她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 谨慎细致 在软件参数配置时 上百个页面上万个参数 她总是慎之又慎 足足合对的三遍才安心 同岗位的同事看到了她的核对记录 只能竖大拇指表示佩服 为了高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她白天向同事请教关键节点注意事项 继流程学经验 晚上在机房加班 梳理视频信号 接口关系 绘制网络拓扑图 直到任务发射前一天 她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桌面推演和模拟训练 工作中严谨细致的崔亦涵 生活中却是一个文艺少女 喜欢读书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对古装汉服颇为热爱 火箭转运前 崔亦涵就和她的同事们商量道 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嫦娥奔月的典故 探月工程采用了嫦娥飞天这一美好寓意 寄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转运那天 我们要不穿着汉服为嫦娥助力 为咱们传统文化助力 她这样提议也这样做了 转运轨道三公里的路 崔亦涵穿着汉服 陪着嫦娥五号走了一上午 还记得长征五号摇三火箭发射成功时 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她吗 2019年12月27日 备受关注的长征五号摇三火箭 从海南文昌启航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一段发射指挥大厅的视频引发了关注 当天 这位航天一线上的姑娘 紧紧盯着发射指挥大厅的屏幕火箭成功点火时 她开心的笑了 当镜头再次转回来时 她却泪流满面 探阅工程嫦娥五号任务青年代表 航天科技集团医院15所 长征五号火箭型号主管孙振联 在发射塔架前向媒体介绍火箭情况 他叫孙振联 一名80后航天人 2010年北京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 便来到航天科技集团医院15所工作 2012年初 他开始担任长征五号火箭地面发射支持系统型号主管 主要负责地面产品计划质量经费管理工作 长征五号摇三火箭发射当晚 孙振联在发射指挥大厅与同事们一起盯着屏幕 看着向上攀升的速度和高度曲线 心中五味杂陈 908天的一幕幕 像电影回放一样在眼前 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的瞬间 那滴忍了908天的泪水流了下来 长征五号摇二火箭失利后 中国航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有网友甚至说 中国航天进入至暗时刻 孙振联说 我们航天人只能含泪奔跑 能坚持跑到长五摇三火箭成功发射 靠的就是大家对长五火箭 对航天的热爱 他还说 压力唤醒了潜藏在每个航天人心中的使命感和民族凝聚力 像周承玉 崔亦涵 孙振联这样 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投入到航天事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还有很多 他们经历过大城市的车水马龙繁花似锦 却依旧选择一心扎根高山海岛 为中国航天默默奉献 点赞中国 点赞中国航天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